南洋州警方昨日表示,去年9月接到警方的起诉书车,在餐厅坐职员时遭到厨师上性侵,受害人去年经常在店内和外面遭到性骚扰,时报和性侵。 警方已将相关案件送往南洋州警察署进行调查,警方相关人士说,已经传唤了受害人和嫌疑人双方,结束调查,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发现明确的证据,正在搜集资料和供述进行对照。 有媒体称,被告人A某是著名议员的父亲,曾出演过电视节目。 虽然媒体并没有将A某的身份公开,但是网友依然通过报道中透露的几点信息找到了珠子马迹。 有不少韩国网友指出,女团TWICE的成员定言的爸爸,就曾以厨师的身份在摆脱了冰箱中亮相过,而且,他恰好也在南洋州有一家韩定食店。 不过,也有网友表示,目前调查还没结束,一切都要一关帮说明为准,希望不要因为一些无端的猜测,女之一给他人带来二次伤害。 是的,就算后续调查结果性亲属时,不管是谁的父亲,就惩罚的,应该解释父亲本人而已。 希望大事不及到。